他秀出了一個很大的信號 不管你是不是黑道 你只要支持我就OK啦 過去從來沒有人敢說 一個也沒有經過民意洗禮 也沒有選過公子 就這樣子把他 擔任這個國策顧問 擔任國策顧問就漂白了 總統都認可他啦 然後你就會變成一個很奇怪的就是說 搞得警官要升官了 還要去向這個黑道低頭咧 民進黨黑道黨員問題持續延燒 不少人跳出來喊話蔡英文要面對 綠營立委補選參選人吳一農也呼籲黨內 要盡快處理黃成國問題 而前台南縣長蘇煥志說 在蔡英文的執政下 黑道介入日益猖狂 蔡英文執政之後 其實比較嚴重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把他的競選總幹事 沒有進到政府部門 反而在這個外面 那麼繼續操盤 那麼相關的政府的高階的人事的任命 然後職務的分配 甚至有一些重大的這個案件的這個 喬事啊等等 為什麼這樣的安排 那就是刻意要逃避這個所謂的 貪污自罪條例嘛 因為他是不具公務人員的身份 不受這樣的一個拘束 那這個現在當然就是會變成不正常啦 為什麼會不正常 就是說早去當部長就變成聽話的 他就可以比較方便去遙控 那這這樣的一個整個部會的數字 是整體的下降 因為他要的是聽話的 他可以在外面去遙控指揮的 第一任的時候還有要連任的壓力 是比較節制一點 連任之後呢 哇這沒有連任的壓力 那到第二任大家都拼命這個八戒 所以就會變成高階景觀 位置越來越稀少了 政治關係的這個連結都變得越來越重要 所以英系就變成是進入到高階的一個重要的管道 蔡英文在這個過程裡面最嚴重的就是說 他把一個黑道的天道門文三會黃成果 過去從來沒有人敢說 一個也沒有經過民意洗禮 也沒有選過公子 然後就這樣子把他擔任這個國策顧問 當了國策顧問就漂白了 當了國策總統都認可他啦 然後你就會變成一個很奇怪 就是說高階景觀要升官 還要去向這個黑道低頭 所以就變成整個示輝倫理就亂掉 凸顯一件事嘛 對蔡英文來講 只要這人是宣誓效忠 那不管他秀出了一個很大的信號 不管你是不是黑道 你只要支持我就OK啦 那他就變成一個讓整個價值體系整個崩解 特別是這一年裡面那種整個治安敗壞的程度 你的整個政府的核心被滲透了 你沒辦法貫徹你的法治 你沒辦法真正的把治安控制好 所以這個整個這六年多 小陽執政這六年多 整個民進黨的黑金化的速度非常驚人 過去的排黑條就沒什麼作用 那我個人離開民進黨 其實這個也是很大的原因 因為這也是關鍵原因 你看他總統旁邊站的是什麼人 這表示他信賴的是什麼人 沒有信任一個真正民進黨的 真正民進黨的那種核心的人物 他沒有一個站在旁邊 他不信任 他反而有點怕 怕這個民進黨的真正有經過民主運動歷練 他跑得有點怕有點排擠 這次補選了 如果民進黨沒有展現出一個真正有緩醒的 讓大家看到你 你真的有緩醒 我想這個補選贏不了了 因為那個氛圍沒有變 所以如果2023 老公不要再張牙舞爪 然後這個維持比較平穩 坦白講2023、2024 有可能民進黨要翻轉都很困難 大家都笑說 反正我是史上最偉大的更新人 最偉大的更新是總統讓他更新 而且是權力高到可以到國策顧問到英系的操盤手 如果是這個更生人 其實社會應該要鼓勵給他們一些機會 所以像館長 譬如說 就算他們公司裡面有一些有前科的人 那可是他們是靠他們的正常的這個工作勞力 來換取他們的報酬 我覺得這個本來社會就要鼓勵更生人 讓大家可以回到正常的一個社會的軌道 而且館長本身就是沒有被判過 他是緩刑的 對 然後館長我們看他很多公開的 他也是真的很挺台灣 很挺台灣 然後對於這種黑道的問題 他也敢勇於挑戰 那你在敢勇於挑戰 你說他是黑幫 黑幫就是說 他是繼續用那種暴力揮法的手段 脅迫人民的生命財產 這個才是黑幫 我們現在在討論黃成果的例子不一樣 地方在什麼地方 因為他介入到整個國家的整個公權力的問題 還有國家的高階警官 政府的高階的這些文官的任用問題 差太多了 這個涉及到公共的東西 那館長他們是私人企業在打拼 這本來就是一個社會的正常的現象 這是第一個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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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